本節目每週二 週五 在乾淨世界讀播 歡迎訂閱精英論壇 在乾淨世界的頻道 不信任度和反感度也越來越高 烏克蘭給了包括遼寧號的船體 和後來遼寧號的這些艦載機 烏克蘭民間對中共的態度轉變也很大 他們以前覺得跟中國人是朋友 俄羅斯還能持續這個戰爭 就是因為中共的經濟支持 其實讓以色列已經開始有點清醒了 中共政權隨時可以和經常背叛朋友 幫助中國最多的香港和台灣 還有日本和美國 現在都成了中共眼中的最大理人